OK 这一节讲设备器模式 设备器模式也是在开发中 比较常用的一种设计模式 套路还是一样 先做一些文字介绍 然后再用UML类图和代码做一个演示 然后再看一下我们日常的一些 使用场景举例 最后做一个总结 介绍 旧接口格式和使用者不兼容 然后中间加一个设备器 转换接口 这个说起来大家应该都会很理解 因为这个核之常的例子特别接近 什么例子特别接近呢 我们看一下 就这种例子 就是如果是你去香港 或者说你出国 去一些国家 他们的那个地方 那个插牌或者插板的这个接口 和我们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吧 那我们需要怎么 我们需要提前买一个转换器来转换一下 这种例子很多 就是特别是电相关的 比如说现在最新款的这个MacBook Pro 里面没有USB的线 如果你想使用USB充购电 或者是连个什么东西 那你就买个适配器 买个转换头转换一下 对不对 还有一些 咱们平常用的电是220V的 但是我们电脑充的电 不能用那么高 我们电脑充的电 可能只有12V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有个 适配器来转换一下 这个电压 是吧 好 例子是这个例子 但是系统中怎么去使用 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首先看腰面类图 然后呢 我们看大马演示 这是传统的腰面类图 这也是从网上下的 可能不会特别清楚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也关注的不是这个 看它这个意思 应该是client就是使用者 是吧 target就是目标 目标就是我使用者 预期需要的一些接口 request就是使用者 预期需要的这个接口 然后它里面呢 做了一个继承 这个继承在前端来看 其实是用处不是很大的 adapter呢 继承了这个target 然后它实现了这个request request怎么实现的呢 它就是把这个内部封装了一遍 将这个adapted里面的 需要适配的这个类的 specific的request 给它转换了一下 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 比如说我们这个 使用者需要12伏的电源 他把这个要求 交给这个设备器来干 这个设备器呢 交到这个要求之后呢 它对这个220伏的电源 进行了一个转换 最终交给这个client 交给这个使用者来使用 好 这样我们把这个中间 这个继承这块 我们用了不常见的 这块去掉了之后呢 它就是这样的 怎么样client 就是这个使用者 使用者 它需要的目标 就是它需要的要求呢 提给这个target 这个目标者 然后我们通过这个request 这个函数来去获取 target呢又引用了这个adaptive adaptive呢 其实是真正的这个提供者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旧借口 旧借口现在不兼容嘛 对吧 旧借口现在要求不兼容 那我们就中间加一个设备器 给它适配一下 好 我们接下来画个图 我们还是进入那个 之前介绍process on的页面 因为我也没有付费嘛 不是付费会员 所以说我的这个画图的数量 也是有限的 所以我们就找出 之前画过的这个图 在下面接着画吧 我们拖一个类过来 我们先从右开始画吧 放大一些 最右边是这个adaptive 就是这个需要被适配的旧的接口 属性呢是没有的 方法呢我们加一个叫 specific request 你看就是特殊的request嘛 对吧 好返回值我们这先不滚 好 这是adaptive就是需要被适配的类 然后我们做一个拷贝 target类 target类呢就是要提供给使用者的 也就是说我们这儿的适配器 我需要加一个adaptive 加一个属性 这个属性的类型呢就是这个class的这个类型 因为我们这里面要引用这个adaptive 然后我们这个函数呢就不能叫specific request 我们就只能叫request 为什么只能叫request呢 因为外面的使用者只认这个request 就是我们要提供一个新的一个接口来给对方 对吧 这个老的接口其实是它是不适用的 好 我们做一个引用关系 最后呢我们写一个client 就是使用者 target呢它是一个target类型的 然后呢 我们加一个do吧 do的意思就是一个测试的意思 测试的意思 然后我们再做一个引用关系 横着放不开了 我就这样这样的顺序放了 这个没有关系 大家应该能不能看明白 好 这是这个整个图的内容 接下来我们要代码演示一下 谢谢大家